有著要檢查到在燒焦的時候 所來造型的空氣汙涼 農家中來建發出中草分解液 連老中技術來轉去讓業者 這是使用本土症的枯燥鑽 對著土地優先完全無敗 讓農民噴一分鐘 只需要一分鐘的時間 日前市長紅衛鐵馬鎮王就過天 來觀摩無人去噴中草的分解作液 用到農民提供到中草變作是有機備料的好處 要來檢查環境汙涼 很多農民會在自己的產生中草 這會做新空氣的無人 還可以有災害 因此能改為普遍來映化中草分解液 來加速中草的分解 不然可以提供進地外的山領 也能循環農業主要再利用 更非常無人的科技 也能進行新港 我們這個稻草分解液 主要是來自於苗栗改良廠 朱博士的一個研發 我們是機轉公司 所以我們這個用稻草分解液下去 是要加速稻草的腐化 然後讓農民可以省肥 然後省工 然後不用再燃燒稻草 因為你燃燒稻草 一公頃的稻草 你會排掉九公噸的一個碳 所以對空氣污染是非常的不好 而且還會製造成那些所謂的PH2.5這些東西 以前市長的委託也來到官邸庫來觀摩地匯無人機 杜草分解作業 市長也表示 這項發明不能夠改善環境無人 也能夠將稍微杜草成為肥料 來減輕農民的負擔 除了提供市長也大來支持 運用科技解決的 我們都盡量運用科技解決 能夠減少人力的使用的 我們都盡量減少人力的使用 能夠減少農藥 這個分解稻草草 分解稻草草不但不必用燒的 剛剛看到每次印尼都有埋害 每次中南半島那邊都有埋害 為什麼?因為農民用火耕的方式 把稻草草杆把它燒掉 造成很多環境的問題 每次馬來西亞那邊在燒 新加坡就受不了了 每次印尼在燒 新加坡、越南就受不了了 所以說大家變成以林為禍 所以如果能夠進一步推廣 這樣子的部分 對環境友善 而且如果說把這個部分 這個稻桿分解成為有機肥料 那又減少肥料的利用 又減少化學肥料的使用 為了要減少農民的負擔 但是政府在在地企業的支持 並關於6,800元的杜草分解液 用行動支持農民 處理會期的杜草 並增加坦的派向 並減少人生來改善空氣的污染 其家中會國保育館電池採紅包的 油膜之污染 這個污染 比較多水 來的時候 這一個人產生來改善空氣的